原标题,把忠诚捐刻在导弹阵地上,火箭军方阵里有一只神秘静旅,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每天都在战斗。 他们隐姓埋名为大国长剑驻朝安家,南征北战为导弹飞天交驻阵地。 解放军报记者深入某国防施工现场,在沿层深处见证导弹工程兵,戈壁高原。 导弹点火升空,王杰射,越野车穿过繁华的都市,向着大山深处飞驰而去,层轮别仗,云雾缭绕,汽车越来越颠簸,三拐五拐,记者一行很快就失去了方向感。 同行的火箭军某工程吕正伟皮足锋说,这里交通不便,地质复杂,气候无常,完全与外界隔离。 但对导弹工程兵来说,早已习惯了。 大山无言,岁月可见。 战略导弹工程部队,组建半个多世纪以来。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星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塔加安装。 到第一批导弹阵地,一系列重大战略工程建设。 他们听党指挥文令而动。 在南征北扇中,谱写出一曲曲展天动地的忠诚之歌。 高频率转场,跨昼夜作业。 他们长年担负着兼具任务的重压。 使命重于生命。 施工就是打仗。 山中无甲子。 寒进不知年。 傍晚时分。 记者前往某工程旅六连营地。 一路上,只见道路两边停满了运输车、绝禁台车等大型机械装备。 班长舒建军,正准备去工地送饭上夜班。 他说,工程整体已经进入最后决胜阶段。 人员轮流倒搬。 机械昼夜作业。 跟随舒建军的脚步。 记者来到灯火通明的地下龙宫坑道里。 有的官兵在满射电缆。 有的在调试装备。 有的在焊接管道。 洞外寒气袭人。 洞内热火朝天。 记者采访得知。 作为我军地下工程建设的主体力量, 火箭军战时工程保障的中间力量, 以及国家级应急抢险的骨干力量。 导弹工程部队施工任务逐年递增。 近年来始终处于全员投入, 全线开战, 全面攻坚的紧张态势。 从深建两弹一新工程, 到新时代重大国防工程建设。 导弹工程部队的发展历程, 就是一部光辉的战斗史。 重大国防工程建设时间节点要求往往异常紧迫。 官兵常年处于超负荷、 超强度施工状态。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 施工就是打仗的理念。 已然成为这支部队官兵的无声誓言与真实写照。 历史不会忘记。 某重点国防工程先后三次压缩工期, 必须提前进攻。 为了抢时间, 保质量。 除夕之夜。 营长和教导员将吹噬般送来的饺子, 呈给美名官兵。 深情地说, 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 就让我们用新的施工记录, 向祖国和亲人拜年吧。 全营官兵慷慨激昂地冲上了作业面。 激战的呐喊声和机械的轰鸣声, 盖过了山外撞来的迎春鞭炮声。 当新年的旭日软软升起, 施工进度表上, 一个新的记录诞生了。 而战士们却在冰冷的坑道里, 发出了翻声。 导弹工程兵, 基本没有节假日。 这样的场景, 在我们部队经常发生。 基地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靳志斌, 告诉记者一组数据, 基地部队点多现场面广。 常年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近百个点位, 执行急纳险重任务。 明军跨省区转站百余次, 平均每周就有两三次。 每天施工都在十三个小时以上。 上等兵郭新宇告诉记者, 入伍不到两年, 他就跟随连队转站了三个工地。 刚下连时, 他对施工就是打仗感到有些茫然。 跟许多新兵一样。 他也向班长问了一个老问题, 班长, 我的枪在哪? 班长则用他的班长, 当初给他的回答做标准答案, 导弹工程兵手中的设备就是枪。 施工的工地就是我们的战场。 时间一长。 郭新宇对班长的回答, 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他眼里, 重任之下有担当。 今年春节又回不成家的三级军事长, 班长张玉胜。 就是能打仗, 打胜仗的英雄。 2015年春节前两天, 张玉胜突然接到赶赴外地执行紧急任务的电话。 正在老家休假的他, 放下手中还没包完的饺子, 告别妻儿马上启程。 没想到, 作为旅里有名的电工技师, 他遇到了至今回想起来, 灯冒冷汗的一次施工, 工程进行到关节点。 上级要求在确保不停电状态下, 高压带电穿接数根电缆, 虽然穿着绝缘服, 他心里明白, 这是万不得已的冒险操作。 难保万无一失, 但必须万无一失。 四个多小时作业, 电缆接好, 张玉胜浑身湿透, 握电弓刀的手, 几天都伸不直。 既然上了战场, 就难免有牺牲。 他回忆说, 当年, 大学生士兵罗奇, 怀着拳前报国心, 主动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来到工程部队, 在西北某山区, 执行国防工程测绘任务时, 正在一座表层岩石分化严重的山体上跑点的他, 遭遇山体滑坡, 脚下大面积松散的岩石, 向山下滑动, 因山势陡效, 石块越滑越快, 罗奇躲闪不及, 从重地摔到一百多米深的山沟中, 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 这名年仅二十三岁的战士光荣牺牲, 当战友们从厚厚的乱石堆中把他刨出来时, 他的怀里还紧紧抱着特会仪, 罗奇走了, 他年轻而短暂的生命, 永远融入了强军事业, 新兵们在老兵故事的熏陶中成长, 当他们成为老兵, 骨干, 也更加明白, 关于导弹工程兵, 枪在哪, 战场在哪的疑问, 班长们所给出的标准答案的真正含义, 据统计, 五十多年来, 火箭军工程部队, 累计近四千名官兵英工伤残, 512名官兵英工牺牲, 318人被评为烈士, 挺进无人区, 熬战戈壁滩, 他们常年面临着恶劣环境的考验, 斗志比大山高, 脊梁比岩石硬, 行走在地下龙宫, 记者虽带着防护口罩, 时间一长还是感到有些呼吸不畅, 尽管工地采取了系列先进环保措施, 但受许多特殊条件限制, 空气质量依然难达正常标准, 相比土建绝境, 背负阶段的高噪音, 高粉尘, 安装作业条件已经相对不错了, 某工程旅副参谋长胡靖告诉我们, 地下工程师工本身就是高危行业, 导弹工程兵经常奋战在 无人区, 面临的恶劣环境, 远不止这些, 部队上百个施工点位, 有的处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地带, 有的处在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高寒区域, 有的处在一天有四季, 风吹石头跑的荒漠戈壁, 泥石流, 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 塌方, 岩爆, 瓦斯爆炸等险情无处不在, 山寨高, 高不过官兵的斗志, 石三硬, 硬不过官兵的脊梁, 不久前, 被专家称为地质结构博物馆的某阵地工程, 相继出现多处溶洞群, 洞内须折回环, 石质破碎复杂, 他方频繁发声, 危机四伏中, 连长, 营长站出来了, 党员突击队冲了上去, 官兵冒着不时塌落的丸石, 展开了一场生死骤搏战, 三百余吨钢材木头, 撑起了大山的内脏, 五百多根毛杆, 陷入岩层深处, 突破他方段, 降服拦路虎, 官兵紧紧相拥, 喜极而泣, 坐落在被称之死亡之海, 某沙漠附地的某靶场工地, 方圆数百里没有水源, 地上不长草, 天上无飞鸟, 氧气息不饱, 正夜温差数十摄氏度, 参战官兵迎门而上, 从大校到列兵, 吃着掺着沙子的饭, 喝着搅入尘土的水, 脸上被风沙吹得裂了口子, 我发现全滥 bathing风雨水的水、 我发现全滥棒的 ter μいて 假设计划作为主人温的流? 大候省她来往这么为来, 我们以来再搅入桃子的状态吗?